湯家驊議員 鄧家驊議員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我們搬過去天馬南 其實已經騰空了很多物業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租用的辦公室租反為 是比我們未搬之前為貴 而收租方面 我們竟然是比搬了之後的為少 少1.68億 局長可以簡單地解釋給我們聽 為什麼這麼反智的情況出現呢 請產業署署長答這個問題好嗎 我們請政府產業署蕭如斌署長 是主席 關於1081的問題就是交租 我們一方面當然就是說 搬入了天馬南之後 我們有一些政府辦公室是不需要再租 我們可以省回一些支出的 但是同樣我們看回整個政府 租用物業的情況 辦公室就不只是看在中環金鐘、天馬南 我們是看回全香港的情況 基於部門的運作需要 我們可能需要在其他地方 也增加租用一些地方 所以整體的租金支出 所以整體的租金支出 就不可以說純粹是看天馬南那裡 是看到整體的 意思是政府現在越來越大 就是越來越多辦公室的需要 就是我們已經搬了過來 已經增加了很多辦公室的面積了 不是嗎 怎麼樣 處長 在這方面 議員也可以看看我們提供的資料 事實上 我們在中環和金鐘方面 所租住的寫字樓 其實是逐漸減少的 由現在的四千多平方米 去到二零一五年 我們估計 是會跌到 只有二百三十個平方米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也是執行政府現行的政策 就是說 如果政府的辦公室 是沒有特別地域的需要 那我們盡量都不會 在一些核心的商業區 租用這個辦事 我明白這個問題 但是會不會 你現在搬過來天馬南 你們這些辦公廳 包括局長、司長 是不是太豪華、太大 就是令到其實 可以裝多些部門的呢 就不需要把部門搬到別處 就更加要增加你們的租金呢 就是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你們是不是太豪華呢 正常在這方面 我們有很嚴謹的一些 是這個物業方面的準則 那麼所有的局或者是部門 我們都要根據相同的準則去處理 可不可以你同時間都答不答 為什麼 即8083反而來收租 我們就少了1.68億呢 阿蕭署長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想這個是兩個問題 剛才我們所講的是 政府租用辦公室 我們支出租金 那個支出 然後呢 我知道有分別 那問你為什麼 你講吧 阿湯議員給你講 怎樣啊 阿卓長 現在湯議員問的呢 就是說我們這些政府物業呢 我們是租出給別人的時候呢 我們收取過租金 那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兩個呢 是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 題目083那裡 其實也是解釋了 我們呢 在來年那個租金那個收入呢 是這個主要呢 其實呢 是比起去年呢 其實呢 是更加多的 只不過呢 是因為呢 我們呢 在去年呢 在這個金鐘郎那裡 我們一次過呢 是收了一個2億元的租金 那所以如果撇除這個數目呢 那我們在這個 2012年那個租金收入呢 其實是比2011年高的 湯議員 還有沒有問題 那其實你是 你再租多些地方那裡 其實可不可以用回自己的地方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在那裡省點錢呢 處長 政府的政策呢 就是說 我們盡量用呢 是政府自治的物業的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如果是基於地域 或者是這個運作上的需要呢 我們沒有政府自治的物業呢 那我們可能需要呢 從這個私人的市場呢 是租用呢 是辦公室 好了 我們今天